本來是想做一個很完美的三部曲的結尾 後來又覺得可以以這首歌去感謝Unicorns 所以就一次過做了這個主題 今次這首《讀國獸之暖》 是再一次跟吳林峰合作 風格都變成了一個我自己未嘗試過的風格 很輕快的很R&B感覺的一首歌 那為什麼會做這首歌 是因為我想今年的三部曲 有一個很好的完結 那我覺得一段感情當然是很希望 很開心心地去到白頭到老 所以就自己寫了一些會覺得開心的melody出來 然後就覺得很適合可以一起做一個這樣的完結 後來又覺得我自己又好像想不到一個更好的其他部分 那我就找吳林峰幫我一起寫 他就是很好的人地幫我一起去創作了這首歌 開始其實想是做一首很完美的一個戀愛 很甜蜜的一個感覺 想想一下就覺得雖然表面對一個感情的完美結局 但是都可以作為一首對於Unicorns的一首感激的歌 因為其實今年Unicorns都再努力去支持了我 所以是很想出這一首歌去多謝他們的 這次為什麼會再去台灣拍MV呢 就是因為在我的腦海裡面 台灣是一個很好的拍拖的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以前看台灣電視劇長大了 很多很浪漫的感覺都是在台劇裡面吸取回來的 所以就覺得這首歌無論是環境 還是所有的氛圍 所有東西都好像很適合在台灣拍 所以就再次去了台灣 還有地方大一點 還有多一些大自然的地方 所以就選了在台灣拍 可能所有拍攝的行程上面都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就選了去台灣拍 所以就選了去台灣拍